母雪雕在發情的時候 如果找不到交配對象 會怎樣 A 死 B 埋在雪裡冷靜 C 暴飲暴食 D 自殘 來吧 請BOLO 這把我們先送彭彭一個分析 我就暴飲暴食吧 不是你暴飲暴食 是人家雪雕 你是母雪雕 母雪雕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彭彭說的這個 就是比如說女孩在失戀的時候 她們怎麼辦 要發洩出來 就找其他事情發洩 母雪雕又不是女孩 也是個個兒 反正不像是B吧 她雪雕也不怕冷啊 埋雪裡幹嘛 雪雕是吃什麼呢 小老鼠嗎 小東西 雪雕是去魚 小魚啊 對 說的這種動物性裡 就很殘忍 大自然是優勝劣汰 因為她找不到配偶的話 應該就沒有辦法繁衍 就是會被大自然淘汰 所以這幾個選擇裡 不管是自殘也好 暴飲暴食也好 其實都是慢慢的死吧 一種那比較極致 就最終都是死 怎麼都是死 Oh no 來 請亮牌 A 死 母雪雕在發情期找不到交配對象 就會選擇死嗎 沒錯 恭喜你回答證據 這個是池子知道的 池子就專門知道這些死活了的 他當初找過木雪雕 你又咬狗 你又找木雪雕 我是自己一個人都演動物世界 我跟你講 所以你看就真的不能單身太久 嚇人 但真的是這樣 因為在動物世界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傳宗結代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 沒辦法做到的話 他們就會很難過 你怎麼是這樣子 你難道是牠吃木鼠中毒了嗎 因為剛才有個地方 貧鞘舌不分 我就這樣把牠化解掉了 喔 媽市長 是 自動衝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